来吧,艾迪森,从屋医院呢就是 诶诶,喂,主官,你好啊,什么会儿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我感觉你说的话不客观 我觉得咱们村子,咱们村子都好,然后 其他村子,其他村子都好,我觉得 没有那么多人是,是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多人 是不喜欢咱们这个国家的,大家都是客观说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底层人来说呢 我不觉得你说的这个,跟我的行为有什么冲突吗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一些,包括 美国的什么民生啊,这个那个的问题 我觉得有点不客观,比方说美国,他确实 呃,治安可能说没有咱这边不好,没有咱这边 好,但是你作为普通人来说,你也接触不了那么多东西 你不能拿那种极端的东西来对比咱们这边这种 对,咱们别说,咱们要说拿烧火棍 要人命这个事,确实有点极端了 那咱们说一个普通事例吧 2021年 洛杉矶的罗兰岗大华99超市 就这一个广场 一年36起砸车窗,没有一起能破的 这个事,跟我们相不相关 华人大哥 老李氏直接现场给撸走 光天化日之下 70岁老太太购物车子 让人家把身上挨我一包直接撸走 这些跟治安跟我们相不相关 那我们国家同样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好,那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我们国家在哪个地方 能一年发生36起砸车窗事件 没有一起破获的 我感觉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拿个例来比这种常规事件 好,洛杉矶罗兰岗99大华超市 1015Nogalas 这个street还是road 这个地址你去查一下 在过去的十年之内 每年有多少例砸车窗事件 加一起,我估计都得三五百例都得有 我在那工作了七年,哥们 怎么说呢 我感觉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 可能没有在另一个国家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你不能反过来去抨击人家 我觉得你这个 那我应该夸他 我应该夸他们真好真专一 就挑这超市砸 我还是觉得不能拿个例来说这些东西 大概三五百个还叫个例 您说的是治安的问题吗 治安的这个个例 所以说发生一千千万也是治安的个例 治安的问题就举的是一几年美国的例子 那我能不能说二十年前 我说的我跟你说的是 从二零一三年开始到二零二三年 十年之间,也就是到去年 嗯 那怎么的就是我们要举未来的例子 那我能不能说 从二零二三年到去年开始 我们国家的例子呢 因为一零年之前 我们国家的犯罪率是极高的 好啊好啊 讲吧 这个这个是我觉得在我身边 二零二三年 全年美国死于枪击案 七万多人去年的报告 那你有了解过我们国家 就是非正常灾害死亡的 我还真没了解 那你说说 我说的是枪击案 这个非正常 非正常什么自然灾害死亡可不是一回事啊 说的是犯罪致死 对吧 那我们国家不能拿那样的东西啊 你这不就 所以你在拿十四亿人的自然死亡率 和一个三亿人的国家的自然死亡率 去做比较吗 按人数算 这时候算总数 这时候不算比例 在我身边真切发生的例子 就是我的姑姑 我和姑姑她作为一个底层人 她14年去了澳洲 她同样在那边也是个底层人刷盘子的 但是她给我们反馈的是 人家那边确实她过去了活得像了个人啊 刷盘子活得像个人 像什么样你跟我们说说 大概活成什么样的我们听听 就是她同样是底层人 但是她有那种幸福感 但是在国内 感受这东西是耍流氓 感受这东西是耍流氓 就像我说 你通过什么感受的 比如说我通过购买力 我刷盘子 我能买仨别墅 我养完仨别墅剩下钱 我还能买两辆车 我还能买拔个iPhone 这个叫幸福感的实际数据 如果你没有实际数据 你说我单纯只是感到幸福了 那你这就是耍流氓 她在澳洲她下了班之后 他们是五点半下班 在澳洲那个时间五点半下班之后 饭店没有晚上饭口是吧 饭店澳洲饭店晚上没有饭口 五点钟直接下班 首先我是听我姑姑说的 我也只是说我理解不了的东西 饭店一共中午一个饭口 晚上一个饭口 晚上饭口不用干 五点半正要上人的时候关门 老板主打一个倔强 怎么说呢 我意思是她的 她自己的时间更多了 你能明白吗主播 就是她在那上班时间变短了 她能够为自己的生活的时间更多 对就是自主支配时间变多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自主支配时间变多了 刷盘子一天刷几个小时 那我倒没吸过 因为本身也好多年 她从早上五点钟开始刷 她万一是从早上五点钟开始刷呢 她怎么能从五点钟开始刷 那你我就理解不了了 饭店你开过没有啊 我没开过饭店 我知道您开过饭店 对呀 那我饭店正常来讲 如果除了早餐店 早餐店如果开的话 人员必须是两半倒的 因为不可能有人 等人一直从头挺到尾的 正常开饭店 都是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吗 晚上五点半到十点半中间 这是属于最好的晚上高峰期 晚上你咕咕下班 盘子谁刷呀 老板替她刷去 老板和爱可亲 那即使是两半倒的 她的那个可支配时间同样也增多了 好可支配时间 如果她只需要 如果她作为一个刷碗工 她只需要做一顿饭口的 刷盘子的钱 说白了就是part time兼职 兼职刷碗 刷碗是一个社会 不管她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是一个社会最不需要学历 以及最唾手可得的工作 这种工作性质下一个兼职 你告诉我她是什么购买力 她怎么觉得幸福的 你能跟我讲讲吗 因为她她她就是旅游签证过去 她就是个黑户 所以她也没做那种很高的工作 澳洲 澳洲非法移民合不合法 好澳洲非法移民合不合法 她就在 她具体哪个城 不是我不知道 但是她那个应该是一个小镇 对她那个小镇非法移民抓不抓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比如美国 美国非法移民合不合法分州 在加州就合法 在德州就不合法 澳洲非法移民合不合法 我说句不好听 应该是不合法 干着最底层的活 拿着最低最廉价的薪水 拿着一个身份都不合法的地方 马路上大盖帽警银一响 你四下逃走 你告诉我 惬意在哪儿 隔哪儿感觉的更像个人了 走马路上老外澳洲老外 信誓两米都高 连带鼠都算上挨个给你 给你姑姑敬礼 你辛苦了 你有病啊 哥们 你告诉我隔哪儿体现的幸福啊 怎么感受到的 你猜猜他隔哪儿感受到的 骑士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 骑士 骑士 没有法师吗 就是我我你告诉我 就咋俩现在咋俩现在是一个中国人 就咋俩现在隔马路上走 现在凌晨一点三十分 咋俩上大马路上去留的去 完了呢 那边有两个老沫 不是老沫 两个印度阿三 他们那个卖的飞饼刚下班 咱俩过去骑士他干啥 咱俩骑士人家干啥 是的 就是他没有像就是您说的 那么就是 我说的骑士 好那我说的骑士 我说的美国的这个骑士是怎么样 走到马路上 是怎么的 有人上来直接说这话了 我告诉你我是真碰着过这个 就算没有的话 我告诉你那种骑士 是来自于什么 阴阳怪气的你无法升职 阴阳怪气的你必须中规中矩 没有任何人情可通的别人行 你不行 我刚才这不说的原话吗 不会存在那种大马路上 你也滚回去怎么 这种有没有 有但是是新闻 你看发生这种事统统都上新闻 但也不代表没发生也有 只是能只能说不多 但是更更多的这种 阴阳怪气的排外的这种行为 是肯定存在的 对吧 对 但是作为底层人来说 他们倒也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的邻居是个日本人 也没有发现 你咕咕英文怎么样 对日本人有那么大的偏见 好 你咕咕 我问你一下 chink是什么意思 鸡肉吗 Chinaman什么意思 我没出过国我不懂 你觉得你咕咕懂不懂 他只会简单的什么 Hello Can you speak Chinese之类的 因为澳洲华人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就举一个例子 走在马路上的一个澳洲人 用澳洲奇奇怪怪的口音 Hey China girl You look like a chicken You look like a horse 你告诉我是啥意思 你咕咕能不能听懂 他现在应该是能简单的口语交流了 我这么跟你说 歧视你 你都听不懂 你信吗 骂你了 你都听不懂 但凡稍要一点 你都听不懂 有可能 但是在国内 所以没有歧视 干哪有歧视 美国论跟澳洲多好 谁歧视呢 马路上嘎嘎从我喊 还给我打口哨呢 嘶嘶嘶 你真他妈天才 你真天才 真的 但是在心里边 内心的感受 其实是要比国内要好一些的 对对对对 我听不懂 当然感觉好了 然后呢 然后证明啥了 所以澳洲证明澳洲没有 澳洲我告诉你 澳洲排外是比美国还严重的 这是所有全世界去国的人都公认的 澳洲对于排外的这个想法 以及表现的脸上 是比美国还严重的 对那可能是阶层的问题 就是我想说的是 我因为今天我也是刷到您的直播 我在这看了一晚上 我觉得有些话说的不够客观 我觉得承认别人的好 也承认我们自己的 不是 你这个所以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我想问问 治安的问题你没说明白 歧视的你说听不懂 只要你心里觉得在这舒服 就舒服了 这才叫客观 是这个意思吗 就听不懂他骂我听不懂 没所谓 所以我就舒服了 我干着最底层的活 我干着黑工 我拿着最新最廉价的薪水 只要我觉得舒服 我这个地方他就不不存在歧视 这才叫客观是吗 但是您说的别人骂你也是个假设 我可是真正感受过的 真的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可是真正感受过的 我有一次去优格兰 就是买那个酸奶冰淇淋 我除了我这个人吧 在美国穿衣服贼浮夸 我号琼奈克富阿迪 大哥全酸瓦萨奇 我从上到下 连领带戴手表全是瓦萨奇 金光闪闪的 我现实开个八手大露虎揽胜 我在那个优格兰 我出来了以后 我进车里头 光一锁车门 把我身上背着 带大鸡脑袋的包 我往前一插 插的时候旁边 轿车里面坐俩老黑 这俩老黑就给车里看了 这个就这样 我是真的看见过的 然后呢 你是想证明 就是我一个在国外待了15年的人 我说我看见过 你告诉我那不可能 你听错了 他俩是想吃鸡肉 怎么得我长得像 我长得像军鸡啊 还怎么的 我想说的是 同样作为底层人 我姑姑的感受就是 他在国内 他真的过得很不好 但是他出去了几年 他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对 你姑姑回几年之后回来了 咋的呢 英文变好了 听懂那个Horse是啥意思了 没有 有因为有一次 跟我爸爸在那打视频 然后 我也简单聊了几句 就是 我 人家确实有人家优势的点 我觉得我们得承认 好 你说是怎么个优势 对 你说是怎么个优势的点 这个我感觉 这个话题就有点太大了 你没事 你举个例子去 没事 你随便 你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讨论 我们来讨论 给我们张的见识 就我觉得 对于这种民族矛盾这些 国外 我感觉 我个人认为 真的没有像国内说的这么严重 就是说 什么民族矛盾 就是他们排外的民族矛盾 就是我之前 因为我家也是农村的 我以前接受的教育 就是我们 我们是来拯救全世界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 我感觉不是这样的 我们 其实各有各的好 就是我们没必要去对对标一些 咱俩幻想一个 咱俩幻想一个真实情况 你幻想的根本不对 咱俩幻想一个真实情况 就在他们出现 我们先说他咱俩生活在一个地方 咱俩的儿时的童年是啥 咱俩要拿着草药 点着熏着烟 搁个小秤 拿砂绳跟着滴了着熏一下子 咱俩才不被蚊子咬 咱俩白天 咱俩长大十岁以后 咱俩得跟你爸跟着我大爷 咱俩得滴了长毛 咱俩得出去抓野猪去 就在这些人出现几年之后 咱们甚至连手机都有了 这手机后面JTE盘的中心的 这些人在你嘴里叫啥 叫Chinese 我告诉你 一带一路 国内的一带一路 真的就是去把这些人变成了 有智能手机的时代 对于 如果咱俩是那个地方 对于他们来讲 我们就是英雄 你对于美国来讲 人家不用你救 说白了 你之前比你领先 对于一带一路来讲 这个地球上 没有第二架是这么干的 你听过日本去帮人搞极箭吗 日本对 日本对 在六七十年代 我记得 对中国投入最大的 应该是日本这个国家吧 对哪投入最大的 对中国的基建 以及科技的帮扶 六七十年代都投入啥了 我这还真不知道 投啥了 那换一个话题来 不是你别换个话题 你跟哪听的这话呀 因为我之前看一篇报道说 国内对于日本啊 说人家怎么地怎么地的 但是其实人家帮助我们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 就是啥事都是 都是他们那边的企业家掏钱出来 说去吧盖楼去吧 完了跟我们没啥关系 当然我们同样的也要给予一些外汇吗 我们也给钱 但是给钱你也请不来 拿市场换技术吗 拿市场换技术吗 但是前提是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索尼当年进来的时候 给我们来讲呢 就是救我们 完了我们所有人都用索尼的手机 索尼爱立信 我们都使他 这是我们给予的回馈 这是他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同样也学到了一些技术 如果他们对于我们技术封锁 我们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么多的先进的东西 对吧 哪个东西 我问你技术封锁 什么情况下才能达到技术封锁 比如光刻机申请专利了 这可以叫技术封锁 技术封锁是什么概念 是你不让我玩我就不能玩吗 还是什么概念 什么叫技术封锁 如果中国在00年左右的时候没有加入WTO 我们没有这么2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 好 WTO我们是通过日本才加入的吗 那倒不是 但是是人家帮助了我们 我们难道不应该 是日本帮我们写的推荐信 我们加入WTO了 不是 我没说日本 但是是人家美国和北欧主导的规则 就是你加入进行怎么的 我们走后门了 没有走后门 那我感谢谁 我加入进行我感谢谁 我具备这个体重 达到你这个数据就能加 不具备就不让我加 要不然怎么我后来才加进去呢 那是因为 你这种政治问题就扯得有点太远了 一点都不远 就像 这不是政治问题 你加入的是WTO中文是啥 你知道吗 世界贸易组织吗 它的要求是什么 那你问我这么 就是我为什么能加入这个世界经济体制 我现实我国家连货币都没有 进出口我也没有 人家GTP也不够 完了那个国家 国产国家总值也不够 完了我就能加入吗 当然我们的人口是一个红利吗 但更大的 不是我没再跟你谈 我没再跟你谈人口红利 我问你我进去之后 我不用遵守人家的指标 我就能进吗 但是 这个扯得就太远了 我本来 这扯得远什么 哥们 你要要求我 比如说这东西 你咱不远了扯 说简单点 咱俩打游戏 咱俩打游戏 咱俩去下个副本 我要求战力值达到1万2以上的就能进 你到1万2我看你这职业不重复 你就往里进 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我然后我需要感谢他什么 你告诉我 但是是不是人家邀请你进来 WTO是人家邀请我们进去的 那可以的 不是 WTO是人家邀请我们进去的 不是 如果没有上一代 上上一代领导人的努力和香港的沟通 作为桥梁的话 中国确实没办法进去 啊 我要这么说的话啊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稿子上属于啥叫WTO 怎么进WTO 一概没有 光有WTO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还有香港做推荐人 以及我们的领导人才进的WTO 哥们你这样吧 我没别的要求 我想看看你长啥样方便吗 我想看看你的眼 我想看看你的眼神 是不是当中充满了清澈又愚蠢 我想看一眼 我现在寝室关灯了 我不方便给你那个啥 怎么还整寝室呢 现时 现时连屋都没混上 单家也没混上 不是我在寝室嘛 那怎么还整寝室 家没家呀 现在没成家呀 还没成家 多大岁数了 今年没成家呀 24 你24 你24 你12年前24 我说实话 你都有点抱小了 你24 我98年数虎的 我24咋了 我去了 98年数虎的24 今年是2022年呢 因为我还没有过生日啊 差出两岁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不知道咋该跟你说 那我非得告诉你 我是97年属牛的吗 那行行行 随便你 随便你哥们儿 你乐意属啥属啥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好奇 我 人家帮助我们 你非常客观 建立这些东西 你非常客观 你说的非常客观 你呢 没有膝盖 你姑姑呢 没有耳膜 现实你见着的这些东西 我跟你这么说 你一厢情愿以为的东西 不是别人都认可的东西 但你有你有这个见解 和你有这个认知 我说实话一点都不奇怪 你今天的 你今天所得到的这些东西 什么住寝室也好啊 一张嘴说话 大家都嘲笑你也罢 你的你的一切配得上你的认知 合理 没啥不合理的 你从大学初略以后也会这样 你为什么要去黑人家呢 谁帮助我们了 我黑谁了 我在说你啊 哥们 我跟谁 就是怎么呢 美国帮助我们写的介绍信 你记得WTO啊 啊 说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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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美国帮你写的介绍信 你进WTO 你告诉我啊 但是人家 说你但是什么事 我问你是不是 如果美国不允许你确实进不去 啊 所以我们应该谢谢他呗 我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客观的去 好来我问问你 你知不知道 来我问问你其他的吧 我看你那稿上 我看你那稿上都咋写的 来 印度申请尝试加入WTO几次 我没搞我 印度 印度有没有申请加入世界常任理事国 为什么不允许他 他不是美国小弟吗 他不是天天感恩戴德吗 为啥不让他信 美国说了算吗 北大西洋公约和南联盟有什么区别 古查应该是有一个国家反对就没办法通过吧 啊 他为啥进不了 他人口那么多 他为啥进不了 美国帮他说个写个推荐信不行吗 啊 不是 这这你扯着 说到日 印度我 那您的问题是 不是你不你你说的 你说的不是啥吗 美国不让咱们进了吗 不人家点头了吗 咱那不得感恩戴德吗 你那话 按你的话说 嗯 是不是 那他咋不让印度也进一下 印度天天舔他 天天把高端人才全都输送到美国去 印度现实阅兵一个摩托 一个摩托上拖三十七个人 两个摩托相撞六十五个人 嘎了嘎了 现实混这么惨 你老弟你不你不你不拉一把吗 那我反过来这么问你 如果说 不是你咋的 你不能回答我问题 不是你你不能回答我问题吗 你老反过来问我啥 你啥闹人 你反过来问我呀 你CPU这会都冒黑烟了都 你能不能回答我问题 你别反过来问了 印度确实现在发展的 没有像我们国家发展的那么好 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备跟你相提并论的就是跟你做比较的人均GDP啊国民生产总值啊这些东西唯一具备跟你相提并论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知道吗 印度吧 那我不跟印度比我跟谁比啊 那好啊 我们国家是不是现在要强于印度 太多了 那是不是恰恰就说明了人家带了我们玩了我们应该感谢人家 恰恰说明了美国带中国玩了 所以这么我要感谢人家 我说人家不好不行 那咱这么说吧 那行 那行 按照你的理论来 你别跟我讲 那咱们我是问你啊 按照你的理解 那去年他们家副班主任要上弯弯去 那咱家怎么还 怎么还激眼了呢 怎么要揍眼睛呢 怎么还 你不应该献人家 你不应该拍拍拍拍那个飞机给人护送 不应该给人保护人落地 本地最高礼仪 不得请人吃一口夜洞啥的啊 人家 人家我现在为什么要封锁你不带你玩了 因为你因为你这样了 你是啊你作为你作为小弟你不跟紧了你想跟大哥白玩 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人说话挺有意思的 你希望这样啊我跟你这么说老弟 直播间现在一万两千人 你希望有多少人跟你是一样的认知 我只希望咱们客观的看待人家的 你这可不叫客观 你这你这一点不叫客观 你这叫贵贵吻 你这你贵的嘎嘎吻 好你 哪啊哪年哪月哪号哪个事件怎么帮的 你给我列出一个我听听 WTO的时候帮你写推荐信了 人家当时中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国内的工厂大量往你中国大陆转移 为啥往你这转移 你这是劳动力便宜吗 不对你不应该说他为了帮你吗 你的劳动力便宜你接下来还咋说 是啊你不你不你不贪便宜吗 我不人多吗 你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吗 你不觉得我便宜吗 你咋不在你家做呢 你知道美国现在最近这两年 这两年最最最呼吁的是啥呀 要的不就是手工生产化本土化吗 美国早都去去工业化了吗 现在不是想要工工业重新燃起吗 那怎么又往回要了呢 为啥呀 人家人家当时帮了你 人家是帮了印度 印度就比咱强了 人家帮了你你不说人家好话 你现在说人家国内有转移 你现在来反驳人家 所以按照你的理解 咱们应该怎么的 就是应该舔一下 光光舔就是你帮我了 你让我当个儿子吧 应该是这种是吧 我是觉得不应该在这整这种矛盾对立 你呀跟你姑姑 你跟你姑姑 你们你们家这种的这个 我说实话说实话 你们家这一类的 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打你的公司 你们今天的这些所有的待遇 社会上得到的东西 配得起你的认知 我就说到这 我再说多好像我侮辱你一样 你配得起你的认知 我告诉你 你要时刻感恩祖国 能让你这种人史上智能受机 能让你这种人像个人一样活这么大 否则不出意外 要是在印度你得多谢啥 你还得多谢美国 要不是美国按照你说的帮中国 你此时此刻应该啥 这边俩胳膊没有了 就剩个丘 拿卡基锅卷个饼 帮往那黑锅底上一整 完了一直 人都是飞兵 你就是属于这个水平的 你明白吧 你得感谢人家美国 要不你今天你都长不了这么大 真的 你指定吃大黄泥饼呢 黄泥饼的马沙拉 你光光很喝水 我说实话 你指定是这个水平的 你这个认知 真的 你要说有一天他马路上要饭 我一点不稀奇 太正常了 你应该 你谷歌外面打黑工 就是刷碗啥都应该 应该应分的 多听懂一句我都闹心 真的 你但凡月薪 你从你现在这个情况 你但凡月薪超过三千五百块钱 别说三千五了 你那超过三千块钱 你多一分钱 我都能闹心半休 真的 你是属于存存啥也不懂 硬田哪 那我怎么说 我说中国最厉害 那你跟温温就打 你是二级管吗 你是二级管吗 就是 不是 那怎么弹 那我怎么说 打死他 我最弄 你是二级管吗 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客观的承认人家帮助了我们呢 不是 搁哪来帮助了我们呢 我不想 我不想给你扣帽子 哥们 现在的网络技术是非常发达的 你知道当着一万多人 我现在两边有一万六千人 你知道当着一万六千人的面 如果去捏造一件国际上没有存在的这个事实 包括接下来在我屏幕上打一一的人 他们相信了 你在传一个造谣的话 尤其是对于国际问题 对于国际态度的事件 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 你可以不露脸 都能定位到你 你敢不敢负这个责任问你 关键我说的不是回答我问题 来看着我看着我现在看着屏幕上看着我的眼睛 敢不敢回答我的问题 你敢不敢负这个责任 我说的是事实啊 敢不敢回答问题 你说的是事实敢负责任吗 敢为你说的事实负责吗 嗯 说话 我 敢不敢 那 敢不敢 说话 敢吗 那如果所有人 敢吗 把嘴闭上敢不敢 敢吗 废 敢吗 我为什么 敢不敢 敢吗 说话说就说敢不敢 你不要你为什么 别怂 敢吗 我说的就是事实 敢负责吗 你为事实负责 我说的是事实 我为事实负责 你敢吗 你 你说的 你说 你说的事实是什么呢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 我敢负责 你敢吗 我说中国经济腾飞是因为加入WTO 这有错吗 这有问题吗 你可说的可不是这 我有录屏哥们 你说的中国加入WTO 那你说 那是因为美国帮忙 是因为美国帮你 美国允许你家带你玩 这是你说的原话 那人家美国本来就是WTO 人家是为首的组织啊 好没问题 你说了算 你敢负责吗 你就回答敢或不敢行了 别滚刀 敢吗 那不然呢 敢不敢别废话 这么怂吗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 敢负责吗 我敢负责 我敢为我说话负责 你敢不敢 我在听见你任何一个别的字 我不知道 来来来 你别废话 别磕吧 我不想听见你任何一个字 就告诉我敢 还是不敢 敢不敢为你说的话负责 敢吗 你要说一个废话 我就认为你怂 我听你 敢还是不敢 我负责 我成年人我说话负责 来吧 打开摄像头 我为什么要打开摄像头啊 好没问题 你不打开摄像头也可以 不是你有执法的权利吗 我没有啊 我问问12339 有没有执法权利不就完了吗 你造谣啊 你导致 你导致 没有正常讨论 讨论问题了 我跟你讨论了 你的你说的东西无凭无据的 导致很多人都相信了 屏幕上现在打一的他们都相信 是美国带着我们玩 所以让我们加入啊 WTO 所以我们生活才好起来 让我们去感恩美国 对吧 我现在都怀疑 我现在 哎 没事 你别 你别 你别往回找啊 哥们 你往回找啥呀 你当着我一万六千人的直播间面上 这话可是你说的呀 对不对 你不承认没用 我们都有录屏啊 你到时候去跟大概帽叔叔解释就好了吗 没问题 我到时候跟抖音要你的 要你的个人信息就好了 你识明知道没有啊 啊 我不知道啊 你身份证都输入过没有 啊 时间太长我忘了 我不记得了 你打开摄像头你接受 你不用拍脸就行了 你不拍脸 你能打开摄像头就说明你实名制了 你打不开就说明你没实名制 我这儿是黑的 没事 你捂着脸就好了 你捂着摄像头 你不用拍着 你能打得开 就证明你已经实名制了 你实名制了吗 你敢吗 我们现在屋里面这些打一的人 都相信你说的这个 是因为美国带着我们 我们经济太腾飞了 我们今天有今天的好日子 需要感恩美国 这是你告诉我们的 我现在也动摇了 我觉得你说的也对 我没有说话的权利吗 还是我 你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了 但是你不能造谣 比如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你也造一个事实出来 然后我们当场都不知道啊 你说的东西我说实话 连听都没听过 我信了 我是信了啊 我是信的 你刚才理直气壮说的啊 而且还什么香港给介绍的 美国点头的 对吧 这不是你说的原话吗 是不是 所以你是在 嗯 去故意的去 我没有故意 我没故意带你哥们 话不是你说的 哪句话是我逼着你说的 我是信了 这么多 这么多录屏的明天作品也少不了 12339件呗 看能不能找着你 你实名制了没有吧 没实名制你就抓紧跑 实名制了你就在这等着 哎 跑啥呀 我可没动啊 哥们 我手可 我手可手可举着呢 没问题 那也有录屏 看看到时候抖音能不能找着你呗 咱们听听 反正我们这么多人都信了 是不是 啊 还得感谢日本队 还在中间还有日本 还得感谢你姑姑上澳洲去当黑工刷碗 听不懂英文 然后他感受到了这个无比的幸福 怎么这么怂呢 磕磕巴巴的 我信了啊 我告诉你 我给你普及一下 在互联网超过500人的场合 公开说一件 没有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这个就涉及到造谣 主要看你有没有对谁造成名誉上的损害 从个人角度来讲 我现在不是跟你上纲上线 你对一个国家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害 可千万别怂啊 坚持住你的立场啊哥们 别到时候宿舍都住不了了 不过问题也不大 住的肯定也还是宿舍 只是窗户上有狼狼吧 是不是 哎呀 呼叫往心慢呢 往心慢呢 明天再说吧 你们信了吧 我也信了 他对一万多人造成了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带领 他搞得我也动摇了 我现在突然间有点感激美国了 我突然间有点觉得我们不打地了 原来是人家带我们进去玩 我们才过上好日子的 我是信了 都信了吧 哎好 信了就行 不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哥们还不在听 哥们你不要为此做出什么极端的傻事啊 问题问题问题也不大一般就是一般就是那啥就是就是口头教育啊 你也动摇了吧 我也动摇了 我到时候给你把录屏发出来 咱们看看怎么说好不好 这么理直气壮的有啥不敢的呀 对不对 这么理直气壮的我肯定你要换我的话我也我也敢呢 理所当然正义凛然的我们得感激啊 那为啥不敢说呢 一件实事说不出来 每年发生三十多起砸车事件都是个例 真行啊 真行啊 要说你要论舔呢 还得是 还得是 还得是你们呢 还得是你们舔的感情 真的 真是真是能无限舔 来谁持不同意见的 有没有 直播间里边这么多人有没有持不同意见的 就不同意我说的 完了就是比较赞同刚才那个的 要不像咱们再上来看看 有没有支持的 感谢明的红墙白雪啊 啊 有没有个评论区杠一杠呢 怎么我认为刚才这个说的就是对的 我给你拿个实例出来 不用限注销号 限注销号来不及得七天 这我还没开始我的扣猫大法 我还没扣他呢 我光光给他一顿 一顿帽子扣法 框框给他一顿扣 我还没开始呢 学的招还没使上呢 嗯 嗯 嗯